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约翰内斯堡待了一周 参加展会 拜访客户 参观项目现场 拜访用户 参观了动物园 拜访了大猩猩 哦不对 这个可不能有 对吧 我住在市中心 离展馆呢 走路三分钟 但是这个酒店每天都要停店 每次停店的时候 我就像刚刚做的一样 怎么呢 闭上眼睛 倒出三个树 张开 店就来了 但是我其他的朋友们 就可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们每天很多时候 都是早上九点 停上三个小时 然后下午两点开始 又要停上三个小时 这样遭九晚五的生活 就如此轻易获得了 如果白天很幸运 不停店 那估计就轮到晚上了 我们酒店还好 有柴油机 所以呢 只要你能够经受 这个闹的声音 能够经受刺鼻的味道 还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 这个柴油发动机的话 那估计就只能点沙蜡烛 走出门去看星星了 最好呢 还要祈祷一下 不要碰上大星星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 家在苏州 他听了我这个故事之后呢 感同身受 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说去年夏天 一个最热的夜晚 快到吃饭的时候 突然整个小区停店了 那时他还暗自庆幸 因为前不久 他们小区才装了一个 最新的电池储能系统 据说很贵 但是安装的时候 这个安装商说了 没问题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停电了 他等啊等 左等电也不来 右等电也不来 他忍不住了 打了个电话 给小区物业 但是呢 物业告诉他说 那个系统不能用 为什么呀 原来没有人会开机 所以那天晚上呢 他就只能早早地睡觉 上床 也不能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太热 看不到天上的星星 也没有大星星可看 真的是 苏州不如非洲 我去南非参加的是一个能源展 这个能源展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储能厂家 据说呢 在整个展会里面 有60%以上 都是中国人 从行业顶尖的世界知名品牌 到注册还不满三个月的新的公司 从家庭用的超级储能充电宝 到集装箱式的储能系统 到从给家里用的 到给电网用的 给书片店用的 各种应用场景 应有尽有 琳琅满目 但是喧嚣之后 仔细想想 我们其实发现这里面 大家的产品都很类似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从外观到功能 从功率到能量 过去三天 我在上海参展 在新能源的最大的这个展会 对吧 大家猜一猜 这个展会有多少人 有没有人知道的 好吧 给大家揭个密 这个展会有34个展馆 接近3100个展商 前后三天 据说 有100万观众进馆 难以想象 对吧 另外据第一财经报道 在2022年 全年 全国新增的 注册的 和储能相关的企业 达到了3.5万家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 平均每天 接近100家新企业 进入这个行业 连我刚刚那个苏州的朋友 也在问 最近储能这么活 我们要不要做点事情啊 好像大家都喜欢扎堆 去做同一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怎么看 好吧 没有人反馈啊 是的 我想说的是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有利可图 对吧 无利不起早嘛 大家都知道 特别我们在商学院 更要说这个利益的问题 但是呢 做用高大上的说法 这不就叫有商机吗 对吧 最喜欢用的词 但什么是商机 是不是说 遍地都是黄金 我只要弯腰下去剪 就行了 其实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对吧 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我认为这里面没有 合适的选择 大家能够看到的 而且相信的机会 相信的这个选择 实在太少了 所以呢 一旦有人说 这是一个大趋势 有人说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大家就一股脑地 往上冲 据新闻报道 这是在南非 2021年6月 一个养殖场 因为断电 一夜之间 失去了它 四万只鸡 另外 同年 在美国的克萨斯 二月份 有440万户家庭 和企业 断电 其中 330万户家庭 持续48小时 没有电 在这个过程中 超过80个人 因为 医疗设备 因为 维生系统 甚至因为意外 而失去了生命 这些 都证明了 如果 我们一旦没有选择 我们 将变得 如何的脆弱 我相信 大家对于 全球能源危机 对于各国的双碳目标 都有所耳闻 但是这个问题 根本原因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全球变暖吗 还是因为 过度的工业化 或者是说 还是因为过度的文明化 我认为 从根本上 是能源生产 和能源使用的 不平衡 传统化石能源 存在对环境的污染 和大量的负面的影响 因此不能再继续扩大了 新能源 不论是光伏也好 风能也好 都受到自然环境 和安装条件的限制 做不到随发随用 不同地区和人民 对吧 比如说 这个工商业主 比如说 这个居民住宅 有的用白天 有的用晚上 所以能源使用的时间 也不一样 甚至在电力系统的传输 过程中 我就经到过 在南非 因为设备老化 因为缺少维护 所以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 所以如何提高效率 加强规划 并促进流动 这才是解决问题 更加有效的方法 能源网络 其实很像互联网 各种储能系统 比如说家用的 商场里用的 工厂里用的 甚至电动汽车 它都和互联网的终端很像 能量的流动 也和信息的流动 非常类似 两者都可以被存储 都可以被使用 还可以被交换 就像经济学 解决的是资源稀缺的问题 能量的短缺 同样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 产品和服务 通过交换 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能量同理 把能源存在电池里 留着以后用 和把今年的粮食 存在粮仓里 留到明年用 可完全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能量会自身 会消散 会流失 单一用途的能源存储 比如薛峰填谷 其实也只能 仅仅创造有限的价值 因为随着电价的波动 它的价值也会在波动 所以价值最大化 就应该要让储能 成为斜杠青年 成为多面手 成为能够解决问题的 万金油 比如 我们可以让储能 为电网提供支撑服务 这样不会因为 电压和频率的变化 而导致电网的失效 我们可以让储能 为电动汽车充电 增加它的充电地方 增加它的充电时段 这样呢 电动汽车跑在路上 就不会因为没有电 在高速公路上下不来 要喊拖车 我们通过储能系统 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给工地 工厂 给厂管 作为这个 电力的 移动的发电机 这样的话 就不会用 忍受柴油的燃烧 而带来的这个气味 和不必要的声音 此外 它还可以为工厂 为园区 快速扩充电量 电力供应 创造条件 它不会因为 工厂的无法扩产 而影响工厂的发展 和影响企业的经营 根据美国国家 可再生资源实验室的 研究报告 作为多种用途的储能 能够有效降低 90% 断电的风险 能够有效降低 80% 企业在 峰值的 虚量电费 还能够有效降低 20% 对传统化石 能源的 依赖 通往能源自由之路 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活动 遵循市场规律 去发掘 去创造 更多的能源价值 还是通过调整和调度 能源在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 不同人群之间的使用 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道路 它还是在保证 能源供应独立性 以及能源使用不受限之间 进行长期优化和平衡的过程 因此 真正的自由是取舍 是选择权 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自由是有所不为 从而有所可为 下面 请灯光师再关掉灯光 请大家点亮自己的屏幕 拿出自己的手机 照进自己的眼睛 这是心灵的窗户 再看看周围的人 然后 请大家再打开手机上的电筒 照亮周围的人 照亮漆黑的周围的环境 希望在未来的夜晚 我们可以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也可以屏逐夜谈 唱鼠星星 谢谢大家